今天我想和你分享我用了Cursor 4个月 去开发软件的终极使用心得 Cursor是一个可以给你写Program的开发编辑器 它其实是Visual Studio Code的分支 但它加入了很多AI辅助写程式的功能 其实我自上年6月已经有听闻Cursor 到了10月就真的落手落盖用它写程式 这个Cursor真的非常厉害 是一个滑时代的产物 它将AI模式的写句能力发挥到极致 可以超强地帮你写句 真的可以10x你的开发效率 如果你用现在的我和一年前的我比较 可能10个以前的我都不够我现在一个人 做的东西快、多和准 因为有了Cursor 现在我做的开发 60-70%的Program已经是由AI写出来的 如果你写Backend的话 有8-9成的Program已经是由AI写 因为Backend有很多逻辑上面的东西 AI处理得很好 Frontend的话反而会少一点 只有2-3成 因为Frontend有很多Layout上面的东西 细节是需要人手、肉眼慢慢调整才会好看 所以就给不到AI做 现在很多时候我的工作就是 将我要写的东西用英文打出来 然后就叫AI生产一些Code 然后我就review一下AI写的Code 再试一下 你可以说我由自己写Program 变成了控制电脑去写Program 整个时代已经不同了 这个是一个令人超级兴奋的时代 代表着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超多的东西 在Program的层面上面 有什么网站或者APP 很快你就可以做到 可能有时比你去画的Prototype更快 要注意 如果你是纯粹伸手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Cursor去写一些东西 但太繁复的东西就未必做到 如果你有基本的开发底 Cursor才可以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因此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机会 去学写Program去做开发 因为当你学习基本之后 你就可以借助AI开发到很多很多东西 好了我不说那么多废话了 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会分享Cursor的三个主要用法 和八个Tips 让你学会用这个Programming的神器 这些都是我这四个月来 疯狂才用Cursor去做开发 总结出来的心得 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 Cursor 第一件事 当然是下载它 去cursor.com下载Cursor 它是一个收费的软件 价钱为USD20每个月 但你可以免费使用两个星期 Cursor 其实有三个主要用法 第一个AutoCompete 第二Ctrl或Cmd加K 小范围写句 第三个Ctrl或Cmd加L 大范围写句 第一个AutoCompete 什么是AutoCompete? 就是你写句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之后要写些什么 如果你想接受AI的提示句 按一下Tab就可以了 其实以前的GitHub Co-Pilot 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但Cursor这个AutoCompete 是一个超级强化版的AutoCompete 它不单止可以一行一行提示 还可以一堆一堆曲的提示 它更加会猜到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去哪一行等等 有时候你知道不断的T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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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全部东西 就好像你一边写句 AI在旁边一边看着 帮着你这样 非常强大 第二Ctrl或Cmd加K 小范围写句 第二个用法就是用Ctrl或Cmd加K 小范围写句的功能 MacBook就按Cmd加K Window就按Ctrl加K 当你有一小段曲想叫AI改 你就可以用Cmd加K的功能 用法就是把你要改的东西 highlight 然后按Cmd加K 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用英文 或者你识的语言 直接跟AI说你要做的东西 AI就会帮你写一些曲 AI写完之后 如果你觉得OK 按Accept就可以了 不行的话 就是按Reject 就是这么简单 第三Ctrl或Cmd加L 大范围写句 使用Cursor最常用的用法 就是Ctrl或Cmd加L 你会在你主要修改的档案上 按Cmd加L 右边就会出现一个checkbox 然后你就将你要做的东西 告诉AI 接下来 将相关的档案一一都加 下来 在模型中选择call送Lat3.5就可以了 call送Lat3.5暂时是写Software最好的模特 如果你要处理更难的问题 CheckGP的O系列或Deep Seed R系列的recenting model 表现会更好 但就要比较贵和等 理解你的指示也没有送Lat那么好 最后按Submit就可以了 你等AI将完结构之后 AI就会将所有即将要做的改动显示出来 你可以按Apply 将改动APPLY到档案上 当APPLY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view一下APPLY到什么 绿色就是AI新生的Code 红色就是AI会橙的Code 如果你觉得OK 就按Accept 不合用的就按Reject 最底也有一个Accept All 可以一按就接受AI全部的更新 就是这样 AI是可以对很多档案同时进行建议 但你需要逐个档案review和apply 如果有问题或是写错了 继续在follow up 将问题或一些but 或者将要做的东西和AI说就可以了 好了 基本的用法就是这样 Cursor还有其他功能 例如Composer等等 但我觉得技术未够成熟很容易有bug 暂时不建议你用 接下来我会和你分享 使用Cursor的8个Tips和细节 Tips 1 每次就是叫AI写少少的功能 用AI开发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将你要做的东西拆细 逐个给AI去做 AI虽然很厉害 但有时候都会写错东西 如果你一次过叫AI写太多东西 一旦有一部分出错 就会很乱 要找哪里写更加是难的 因为细节不是你写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贪心 叫AI写少少 你view一下 觉得OK 再叫AI写少少 一定要step by step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第一个大原则 Tips 2 尽量逐个view一下 AI写的code 才按接 AI可能会在很多位置 建议一些新的code 最稳定的做法 就是每一部分 新的code 都看一看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大问题 才接受 因为AI写的code 不是经常都对的 有时候更加会剷掉一些 你很重要的code 虽然我自己都会很多时候 time file 懒一下就按接受 但这是一个未必最好的做法 所以最好就是逐个看清楚 才按接 Tips 3 多些做version control 由于AI有时候会写错code 而你有时候time file 没有看清楚 就接受了一些code 有时候就会发生 不知道哪里出错 不知道哪个步骤错了 所以多做version control 就变得很重要 version control 就是让你把现在的code 放到github上 处存一个version 如果你迟些写太运连出错了 都可以roll back 这个version 重新出发 Tips 4 loading的圆形 和Ctrl-Z 回上一个动作 这个圆形是代表档案未save 没有了这个圆形 就是代表档案已经处存了 你自己要注意了 另外你可以按Ctrl-Z 回上一个动作 包括AI的code apply 而这个Ctrl-Z 是可以按很多次的 Tips 5 code base的submit 只是适合一些小的code base 在昨晚的L 右手边的checkbox 除了有一个submit的按钮 旁边还有一个叫做code base的submit 它的意思就是 它会读取你整个code base的内容 再帮你生成code 如果你的code base的档案不多 是可以用这个功能 但如果你有很多的档案 code base很大 就不要用了 因为AI model 是有context上的限制 你也是乖乖地把你要改的相关档案加下来 然后按普通的submit Tips 6 可以将有用的文件放到一个档案上 有时你写的code 会用到一些AI可能不懂 或者不够更新的documentation 你可以将相关的documentation 复材放到一个file 然后叫AI写code的时候 加上这个档案 AI就可以用你新的documentation指示去写code Tips 7 写完一个功能之后 开一个新的checkbox来写 由于AI model是有context上的限制 所以你在同一个checkbox 不问太多 慢慢写出来的code 就会越来越不准了 因此我自己通常写完一个功能之后 就会开一个新的checkbox 重新叫AI去写一些新的东西 Tips 8 使用这个cursor rule 在cursor settings rules for settings 是可以设置一些AI写code的rule 如果你发现它有些东西 如果你经常写错 或者做得不对的话 你可以加一些rules 做它调整 好了 这就是我要分享cursor三大主要用法 和八个使用tips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运用 这个programming神器 最后记得加入我们的email list 我们有更多更精彩的教学 就是分享给我们的email subscriber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问我 下次见 拜拜